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次车祸发生是在今天晚上六点多 在我们安堪路476号前 他这个甄性未成年 他是驾驶他主乎的车子 就是因为他这个疑似车速过快 然后不慎就是撞到这个麦珠血汤的这个店内 造成三名民众分别送三军种医院 北医跟汐止国泰医院急救中 另外两名伤者送这个汐止国泰医院 我们在车上是不是有找到烟蛋 那目前是怎么了解他跟毒品有关还是没关 你在车上找到什么 我们在车上有找到烟蛋的部分 是一般的电子烟的烟蛋 那经过我们初步的检验结果是阴性 所以有毒架或酒架的可能吗 目前初步排除是没有毒架跟酒架的可能性 至于少年初步怎么攻撑怎么会发生车祸 他下车的时候冬神状况还好吗 这个部分还在查证中 目前联系到少年的家属是示意不成功 目前只有联系到他父亲 父亲之后他开车出来 不知道是我们打电话通知后才知道 因为网络上有人说他当时这个车子好像是先擦撞给他吃车之后才爆虫 那实际上是这样子吗 还是直接冲撞到店家里面 这个 查证中 谢谢 我们持续来关注台北市内湖晚间发生一起重大事故 地点呢就在内湖安康路 这里是东湖市场旁 一辆造车不明因冲撞7楼跟卖小吃的店家 当场撞上很多人害轻重伤 而透过目前最新曝光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稍早的造势车辆在闹区一路蛇行冲撞 不止周边车辆被撞 最后他还撞进了名店 而且就连行驶中的骑士也当场被撞飞 我们掌握原本有三人命围 其中一名50岁女子 纵一抢救伤众不治 而被冲撞的店家是东湖在地的大长面线臭豆腐的排队名店 由于营业到宵夜时段 过去还被封为最强烧烟 完间却被开车冲撞 而一开始呢 三个人命围 包含两名分别约30岁及60岁男子 另外一名约50岁女子 三人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 其中女子目前伤众不治 另外两名命围的还在抢救当中 而另外还有两个人在车祸过程中被滚烫的汤烫伤送一 所以我们同者呢 目前是一死两命围两烫伤 那么四个伤者目前都还在抢救当中 我们看到造势车辆尤其车头严重回损 现场包含路边停放的机车 以及摊犯桌椅状的一团乱 而且警方调查这肇事价是年仅15岁 他偷开祖父的车照货 车内被警方搜出电子烟弹 经过警方毒品快筛的出验是阴性 而有雨呢 事发在下班前锋时刻 再加上晚餐时间 周边人车相当多 这突如其来的冲撞也吓坏周边所有民众 现在警方要持续来调查 相继的事故原因 以及后续这伤者送医的救治状况 我们都会持续掌握 以上是现场最新消息 一辆轿车和一辆大货车 停在国道右侧车道 后方车辆全都亮起 双黄灯减速慢行 这里是国道3号北上183公里处隆井段 10月14号晚上9点多 发生这起严重车祸 当时这辆轿车先是撞上大货车 导致大货车驾驶受困车内 两辆车都停在外侧护栏 结果后方又有一辆轿车 在撞上大货车的车尾 可以看到大货车车头已经冲出护栏 另一辆轿车则是车头全毁停在路间 现场中线外线车道全都是车辆破碎零件 也导致四辆车在行驶经过时造成车损 中共三个人送医 不过详细事发经过和伤亡情形 还有待釐清 当时新闻汤银诺台中报道 陆中央两名年轻男子情绪失控咆哮 要眼前警消不要靠近他们 其中双手刺青的男子一下出拳一下跳来跳去 两人姿势100 嚴禁警方拿出甩棍防备 不止联手袭击警消 还喷辣椒水攻击 三名警消被袭击 其中两名警员分别手掌骨壁锁性骨折 左右手肘擦伤 头顿伤鼻子错伤 还因为被喷辣椒水 引发刺激性皮肤炎 而消防员则是头脸脖子擦错伤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三重环河南路的台北桥上桥处 怀渊一开始冲突起因 骑士说他们准备要停红灯 因此停下 没想到被嫌犯房开车追撞 于是警消货报到场处理事故 而消防人员只是要求其中蔡信嫌犯 不要挡到影响救护 没想到他跟朋友联手袭击三名警消 穿拖鞋的端裤男子就是壮上骑士的蔡信驾驶 车祸后消防要他别站路中影响伤者救护 他却联手通车的陈姓友人 驻骂又袭击警消 两人当场成为现行犯被压制在地上烤逮捕 警方还在车内搜出折叠刀以及火焰信号弹 警消很无奈前因指示他们造势后影响救护在先 却演变共同队紧遭施暴 兄弟情依讲义气用错地方得一起面对行则 东西新闻陈鸿怡黄子凤在新北市报导 机车骑士骑在最外侧车道但才刚过路口 左边却有一台计程车从中线快速往右切 导致骑士完全刹车不及 连人带车惨摔在地 而他是名外送员 因为这样至今还无法工作 对啊 我就是整个插杀啊 因为我是左侧跌倒嘛 比如说FB上面就有很多人讲说 出车货不要回报会被停权 左脚小腿留下大片伤痕至今还没完全好 就连车身也被刮花 但张小姐说最惨的是 在车货后被平台停权 想要申请付权却毫无下文 你什么都没有讲你就直接停了 不公平啊 你至少要跟我讲说 你多久没上线了 你要跑一单或什么的 还原事发经过 张小姐9月8号出车货后 因为回报了外送平台被停权 虽然10月4号申请付权有通过 但她控诉10月8号想要再上线 却被平台告知 因为9月22号到10月5号 没有出过任何一趟行程 导致好不容易付权 如今又被停不能跑 只是为何时间点 是从9月22号开始算 当事人也不清楚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好像在养伤期间 你隔一天就说 你这段时间没跑 你再停权 这样算法不对吧 应该是我付权之后 14天内没跑 那你听我说我没话讲 张小姐认为每次都是平台 单方面停权 联络客服还被罐头讯息回复 生计大受影响 对此平台暂时没回应 只是随意停权 有无违法 劳工局说得要看双方 到底是雇佣还是承揽关系 在法院还没明确且 类似状况恐怕会再上演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导